糖尿症病患的运动方式要注意了 一位40多岁的男性患者 以胰岛素控制血糖 平时病患大致稳定 却因为突然剧烈的运动 导致血糖急速降低 头晕冒冷汗 为什么运动反而导致血糖不稳定 运动的时候 我们这个肌肉的血流量增加 那我们所谓的胰岛素阻抗 也会降低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肌肉啊 它就会适当的把我们血液里面的糖分 做一个有效的利用 所以血糖会下降 如果说我们有在做 胰岛素的注射的患者 要特别小心 只吃很简单的轻食 又做了一个更剧烈的运动 那这个时候呢 突然这个大量的血糖 进入肌肉细胞 所以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低血糖的现象 那这个在胰岛素注射的患者 是要非常小心 截至民国109年为止 全国约有218万人罹患糖尿病 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之一 其中还会伴随肥胖的问题 因此治疗糖尿病与减重 成了必须同步努力的目标 糖尿病大概有八成五 是属于糖胖症相关的问题 就是说它还是有体重过重的问题 所以如果可以同时改善体重跟血糖 两个目标一致 那现在应该是比较合理治疗的方向 医师解释 传统胰岛素真剂对于血糖调控较为激烈 因此全球医疗开始朝向肠密素这类 非胰岛素药物治疗 让血糖的变化不至于太大伤害身体 而且能够有效控制体重 医师建议糖尿病友如果要增加运动量 必须循序渐进 避免剧烈运动使血糖变化剧烈 导致反效果 并与医师密切配合药物治疗 血糖才能稳定达到控制的目标 人间新闻陈信息宋一珍台北采访报道